第五个单元有关串列list跟档案 然后面还会讲到字典跟资料库 字典跟资料库我想这也非常重要 串列其实延伸,串列本身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以Sale里面的某一栏吧 A栏,B栏,C栏,D栏 字典的话就是它等于是两栏,一个key,一个value 所以字典有点像如果你们以前有学过网页的话 比较像网页上有蛮常用到一个档案格式叫Jetson Jetson档案格式 Jetson的话实际上也是keyvalue 现在很多云端资料库也是走这种架构 keyvalue价 所以字典延伸出去 其实可以延伸到蛮多的资料 像Jetson格式或者是说你将来会用到云端的资料库 那都会用到字典去跟字典去衔接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就是有点像两栏式的A栏跟B栏 一栏叫key 就是你的算什么类似像编号 不会重复的 然后value是里面的资料 现在的话基本上新型的资料库 比如说像一些云端资料库都会走这种架构 或者像noSQL的资料库也会走keyvalue价格 后面我们还提到有关资料库的处理 资料库处理的话 其实当然很多种方法 在python里面我想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你要在python里面使用资料库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内建的 内建的资料库叫seqlite资料库 seqlite资料库的话 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微型的资料库 那在方便地方 在python里面你不用再加任何外挂 你只要import一个seqlite就可以了 你把seqlite import进来 你就可以去使用资料库 包含就是你怎么去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然后你要几个栏位 栏位形态给它 它就可以让你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之外也可以把它存取出来 那当然顾名思义 seqlite的话 它就是用到seql的语言 这个seql语言的话 其实就是基本上你要跟 资料库沟通的一个共通语言 seql语言 这个seql语言不是只能用在 像seqlite 其实像比较常见 像买seql也可以 像比较大的oracle 或者是说微软的msseql 他其实或ss 他们都有支援 seql 现在基本上资料库都有支援这个语言 seql seql 实际上简单讲起来 就是跟资料库沟通的一个共通语言 当然我们会需要学到的不外乎就是什么 如何跟资料库沟通 刚刚讲说我要建资料库 我要建资料表 我要建几个栏位 然后我要把资料放在哪一个地方 他会帮我直接放进去 那这个其实有点像ss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微软 也是视觉号的工具 那他就是类似的概念 或者你如果假如你比较少用ss 你用seql也可以 seql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资料库 一个档案就是一个资料库 里面的工作表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资料表 那只是说栏位他已经帮你建好 A栏 B栏 C栏 D栏等等的 那如果你要把资料放进去 当然你可以手动写 不过将来在Python里面的话 你必须要透过什么 透过程式语法去跟资料沟通 比较麻烦的地方可能在这里 OK 其他的话大概我们待会会再陆续跟各位做说明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把 上个礼拜重点来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主要讲到有关 怎么VBA到Python 那这个在第四单元 我有把那个程式码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你们如果假如想要多了解一些有关 VBA到Python 或Python到VBA 两边之间如何做程式的 算是什么 程式的改写的话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单元里面 那主要当然我给各位的概念就是说 你要了解就是这两个工具 程式工具基本上它不是互相取代 而是最好是如果两个你要知道各自的优缺点在哪里 那你要怎么结长补短 比如说在Excel里面 其实主场优势用VBA就好了 VBA真的太简单了 因为你直接就可以用了 那Python的话也许强项在其他地方 比如它十几万个官网就上面就有很多的外挂 那你如果比较做影像辨识的话 当然第一个一定就是用到Python 或者语音辨识 或者是说你要未来衔接AI或者是网路爬虫 那这部分的话真的Python有些地方还真的比VBA还强大很多 所以也许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如果Python比较强的我们就先也许把资料先爬下来 然后再丢给VBA接手 那也就两个协同应用 这种用法我觉得可能相对起来 会比你用单一个语言完成一件事情 有时候反而会简单很多 为什么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强项 就像说国家跟国家互相的合作也是一样 比如说明明我们就在台湾 那台湾如果说你用身份证就可以了 但你到国外你就是变成你要用护照 就Python如果跑到Israel里面的话 它有点像外国人一样 它很多事情的话都没那么方便 那这个当然我想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还有上个礼拜讲到有这个创立List 这个List的形态 在Python里面非常非常重要 有时候如果你今天不会用串列 有点像在Israel里面不懂什么叫蓝 有没有A蓝 B蓝 C蓝 那概念一样 有时候你要放大量资料的话 那一定是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Israel里面的储存格 那当然在Python里面就放在List里面 前提是大量资料 跟之前讲的变数 变数只能放一个资料 那串列的话可以放大量资料 可以放在串列里面 比如说输入什么 输入成绩部分 那再来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有利用List 做什么计算 就是输入多少个人 然后把几个人告诉我们 然后并且算出它的总成绩 加它的平均最高分最低分等等的 那后面的话呢 还有讲到有关档案读取 OK 所以特别是 怎么样在Python里面读取档案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OK 最好是可以把它记起来 F等于什么呢 F等于这个 你就Open Open 你跟他讲哪一个路径 路径的话呢 特别是如果绝对路径 你可以在前面加个小R就可以了 那其他还有写档 写档的话有点像存档 把档案存在哪个地方 OK 道理是一样的 那上个礼拜有练习就是读取 那个会员的资料 包含它的什么 前10个会员就好 比如说50会员 或是要前10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有5个栏位 或是要2个栏位的话 怎么做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重 另外还读取绝对路径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我们继续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一样 找到那个 就是云端百版里面的第5个单元 那上个礼拜 我们基本上是讲到 有关这个串列 所以你可以往下找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找到 这读取答案在上礼拜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解决乱码等等的 这边有相关的东西 然后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是要继续来看 绝对路径在这里 一个小R 有没有 然后后面就给它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这样写法的话还蛮好用的 以后 那这个小R主要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小R 我前面讲过 你必须要什么 变成要两个斜线 你就用拖一支圆 有没有 因为斜线一定要拖一支圆 那这边的话 如果你有个小R 你就不需要一直很多个斜线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什么 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的话 如果说 因为上个礼拜是一个成绩而已 可是今天的话 我们的国文 英文 数学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就是你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栏位 总共有四个栏位 帮我列出来 列出来之外 也帮我分别平均 比如说这边国文总分 他们的总分多少 然后平均多少 取到小数人第二位 英文 数学 OK 帮我列一个有点像报表 OK 列个表 给我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 先找到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在哪里呢 请你找到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 我们上个礼拜用的是Member 这个 这个范例 那我们今天的话 请各位使用这个 学生成绩这一个 那它是一个什么呢 上个礼拜这个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有点像TST 存文字档 不过它放云端上面 那我上个礼拜是说 把它下载了之后 下载成TST 你不要直接下载 直接下载可能它变DOC 那DOC的话 Python要开 没那么容易 你还要再另外一个外挂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讲 用TST 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存文字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练习用什么 学生成绩 打开来 那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四串表 它是Google四串表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拿这个资料来使用的话 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它直接拿到Python来使用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把它当档 我们把这个云端的东西下载好了 变一个档案 那一样嘛 档案里面的话记得下载 这边有这么多格式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的话 如果用Excel的话 可能也是要另外额外一个外挂 所以比较麻烦 那其他的话 HTML 那也是麻烦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网页 我们需要客服 所以目前来看 最简单的 应该是用CSV OK 所以未来 如果假如说你是一个Excel档 或者是说云端上面的这种四串表的话 我是建议 你一律干脆先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CSV 为什么 因为CSV真的 是还蛮好做资料交换的一个格式 CSV 那所以待会请各位第一步 先把这个档案的 先下载成一个CSV 那就下载下载 OK在这里 那叫学生成绩 1-if 那我们就在资料档中显示好了 OK 那它的位置 只要是放在C的Users的SC download 那首先 那你把它点两下 它会用什么来开呢 它会用Excel 所以以后 如果是一个CSV档打开来的话 它会用这个Excel开 不过呢 第一个问题就发 就出状况 什么状况呢 老师 这个怎么会是乱码呢 OK 那为什么 其实我上词有讲过 主要原因应该都是出在微软的关系 因为微软都跟别人不一样 Google或其他阵营都用UTF8 那微软用什么 它用什么CP950或者叫Big 5 OK 所以两边一定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先把它关掉 如果你让它不要乱码的话 你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你用什么 记事本来开就可以了 你想说记事本 记事本可以开吗 其实跟各位讲 CSV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纯文字档 只是说 把它按记事本 按右键 开启用记事本 你会发现打开来之后的话 资料就出来了 在哪里 在这边 有没有 直接可以开起来 那其实CSV 跟这个.tst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它分隔的地方 基本上都会用斗点 OK 也是用斗点隔开 OK 那第二个问题说 我刚刚开启的问题 如果我今天不希望 在以色列开的时候变乱 最简单的方法 很简单 利用记事本就可以搞定了 怎么搞定呢 一样 把它档案里面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之后 记得把编码方式有没有 改成微软自己的格式 叫ANSI就可以了 OK ANSI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它是CP90 或者它又取一个什么MS950 或者BIGFI OK 你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 他问你要不要取代 你就把它试取代掉 OK 那取代掉之后关闭 我们再把它打开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里面的资料 就不会是乱码了 OK 所以其实以后你们遇到乱码 大概就要 可能会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 因为你用微软的东西 那微软的东西 微软的比如Windows 微软的Excel 它都不是用UTF8 所以如果你用别的阵营的东西 拿到它里面开就是乱码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工程师 很喜欢直接用Mac 为什么 因为Mac里面就是用UTF8 直接就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在Mac里面装 Eclipse来Run的话 就没有这么麻烦的问题 OK 只有Windows这个问题 不过你说问题倒也还好啦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就把它关掉一下 那最后当然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假设我们练习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用UTF8好了 定存把它恢复回来好了 我把它再改为UTF8 存档一下 知道一下就可以 以后用记事本开就OK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第一个 我已经在云端上面抓到这个档案 然后并且怎么样 并且可以确定说它是UTF8 第二个 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帮我把它在哪里 在Python里面帮我把那个档案开起来 并且列资料出来 列出来 然后帮我做什么 帮我做 每个科目的总分跟平均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底下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做更多事情 包括什么呢 各科除了总分平均之外 还可以把谁是最高分抓出来 谁是最高分的分数跟是谁 OK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OK 不过这里时候里面当然很简单 你就一下就可以看到 只是说在Python里面 当然因为它没有一个视觉化工具 如果你要抓到要的资料的话 就是你必须用一些程式来解决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把云端上面的学生成绩记记得 下载的时候下载成csv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要针对这个档案去做处理 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如何把它从外部读到Python里面 第一个把它列出来 第二个算它的总分平均 但不是全部的 是个别的 国文英文数学 个别的总分平均 然后呢 比较难的延伸性问题就是 到底是哪一个人是最高分 OK 那哪一个人最高分把它列出来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